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热线家庭小组 我是布点 我是巧克力 我是卡卡蜜 我是Ken 好 对不起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呢 是四个人一起录 然后就是第一次四个人一起录 对 第一次有这个组合这样 对 我们还没有决定好 谁先这样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是 有关不出柜的朋友们 不出柜的故事是这样 对 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之类的 对 为什么不出柜 然后旁边有两位出柜的朋友 但其实我之前 好 请尽情地judge我们 对 没 因为其实我之前分享过 但我觉得今天就是从 一些更多judge的角度 就是有点像是不同的立场 来 听听 我们就走不同风格了 所以可能可以听到不同故事 所以为什么 好 那我们先说在大家的故事 先跟观众介绍一下谁是不出柜的代表 对对对 那谁是不出柜的代表 卡卡米我是 然后我是巧克力我也是 然后我们两个是就是已经出柜的 对 我们要定义一下出柜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想说 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对 那我出柜的程度大概就是 我家人亲戚们都知道 嗯 我的程度也是 应该家人亲戚都知道 然后朋友圈也都知道 然后对我朋友圈都知道 我都会把他们带来 就是一起玩这样 然后他们如果 他们如果问你的时候 你会回答 你不会 你说你是gay这样吗 就问你的时候 有些就是如果有些长辈这样问的话 哦 你们会是可以直接回答 我要看那个熟悉的程度 如果那长辈很不熟悉 就是我们的关系 他比如说比较疏远的 哦 但基本上如果他直接问我说 我是不是在跟女生交往的话 我猜可能会直接回答吧 但我也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所以 可是如果是那种 什么阿姑阿姬 那种很遥远的那种 你还是会回答 那种可能就会打哈哈 因为那个有点太麻烦 而且他可能问完之后 他还忘记我是谁 我懂那意思 哦 太远的亲戚了 对啊 太远亲戚是一个 就不用都出归到那种程度 不用把每个人这样打开来看 或者是阿公阿妈辈的啦 因为感觉就是要解释太多了 干脆就算了 但我有尝试跟我来解释过 然后他就是 需要花点时间 我希望在他 就是死掉那一刻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 没有 太严重了 你是说要从你干 这是一份好的礼物吗 不是啊 我就想要就是让他知道 就是 就是我可以跟一个男生过得很好 你是说你在讲完之后 他到现在都还在思考这件事吗 因为没有到要思考 他就是要持续的慢慢的去接受他 就是放射性治疗那种感觉 那会掉发吗 他前面会掉发吗 不会 他现在活得蛮健康 他现在有个邻居 他当他的 应该是我觉得男朋友 但随便 但另外一位 他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因为我也过世吧 没有啦 好啦 我觉得他需要 我也觉得他需要 何况经历了 就是长子 就是这样子 不要这样讲自己 没事的 没关系 我忧郁症 真的可以 我这太多了 我还是太多了 好对不起 我说那个意思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下一张好好聊聊 下一集可以聊聊 如果你想聊的话 你就忧郁症吗 对啊 对啊 对耶 说明电影讲完 就是病情就会好转了 对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讲的时候 不会有那感觉 但不讲的时候 就是那个是突如其 好这不是重点 那哪里你们家呢 我们家你说 我们家的状况 对啊 就是我是单亲啊 所以我就 我们家真的最亲密的 就是我妈跟我弟 这样子而已 他们都知道 然后我的亲戚 应该是都透过 我妈间接知道的 那比较亲的 就是我妈那边的亲戚 所以我爸那边的亲戚 我其实不太确定 我猜他们应该不知道 因为关系蛮疏远的 这样子 可是你们是从小 跟你爸关系就蛮疏远的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爸跟他的原生家庭的关系 蛮疏远的 啊我们跟我爸的关系是好的 哦 可是那我可以问 你爸为什么就是 是离婚吗 我爸过世 哦是过世 对对对 那跟我妈蛮像的 因为我妈那边其实也 我也没有特别讲 但他们应该都看得出来 因为我特别把我男友带去 给我妈那边的亲戚看 但没有讲说是男友 可是就是他们有决重我Instagram 那应该就都知道 大家也都在 都有在经历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会 他就 今年我就有发一篇文 就跟我男友 就是说什么希望 就是可以再好好过 什么之类的 然后 谁啊 我大舅就会按赞 这样 就是 祝福你们这样 哦 就他还有表态 然后他还有按赞 对啊 但就是 还行啦 温暖的长辈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 应该就差不多 我妈那边其实就没有特别讲 但我爸这边就基本上全都知道 都 嗯 哇那我看起来 我们出柜的程度真的不太一样 嗯 可以称为 没有像家人出柜 但是有像朋友出柜 这样子的状况 嗯 因为我家是 我是完全没有跟任何家里的人 正式的吗 非正式的也没有 包括你的手足吗 对 完全没有跟他们讲过 我喜欢男生 通 常 对啊 只有我的朋友知道 嗯 但我觉得有一些 我有一些亲戚有追踪我的IG 然后我偶尔会发一些有关彩虹的现实 嗯 不确定他们有没有看到啦 我觉得应该隐隐约约 可能有觉得我是 但是我也没特别讲 那你发那个现实是有意图想让他们猜测 或是还是你就只是单纯罚 有没有介意他们看不看 单纯罚 嗯 因为有些那个 比如什么同婚 最近有什么议题什么吻 我现在转发一下 啊 他们会看这样 哦 可是你没有什么时候 就是 比如说你 你爸或你妈就突然觉得说 哎 这边怎么看 有个 嘯嘯的东西 之类的 就发现一些就是 那个 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都会 很敏感的观察小孩子 所以他应该都会知道 对啊 对 像我妈在想什么 我妈还没去世前应该就知道了 是啊 因为我小时候玩Wawa 我也有 我妈 我妈没有那么 我小时候也玩hello kitty 但是我妈没有那么 我觉得我妈没有那么敏感 她可能就只是觉得 我喜欢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 但就是因为是小时候 然后长大之后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 我爸和我妈的注意力 全部转到我姐身上 然后自此之后 我的生活就是完全跟他们 脱解 有一个对分水岭 然后完全不让他们入我的生活 是你不让他们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我不想让他们了解我 上大学之后有刻意的拉开距离 然后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是个 然后因为我高中又很宅 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关门 然后在打游戏这样 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会想要去看我的东西 或干嘛的 因为打游戏跟gay好像很难连在一起 有一些拉 就比较少说 我自己也觉得 老实说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之前有在前几其他集提到 我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交男朋友 因为我可能以前太宅了 没有拉 不知道应该是 可是像好像有一些流行那种宅宅 然后打游戏 然后是gay宅 有吗 是哦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样我入圈太深了 那 入圈 没有 我觉得后来意外发现 蛮多会打游戏的宅宅 对对对 有什么风之谷之类的 就很多玩 还蛮多的 对啊 你有时候打风之谷 没有没有打风之谷 我打爱尔之光 大家知道吗 爱尔之光高中还有 还有啊 爱尔之光是请都在国二国三吧 没有没有 国小 没有 他还在 好啦 我觉得有点差点 总而言之呢 我的家庭状况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爸妈没有努力 就是想要去追会 就跟你的关系 还是他们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我妈有感觉到 但我妈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 她很常会 也不是很常 就她有曾经跟我姐说 就是我 好 从来一次 我姐有曾经跟我说 我妈觉得我们的距离 好像拉远了 然后我就说 她怎么会这样觉得 然后我姐就跟 我姐就跟我说 那个我妈好像有跟我姐说 因为以前我都会主动去跟她聊说 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来找她聊天 但我当下其实有点不以为然 我想说 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培养 这种亲子关系 所以到现在 我们就没有建立起这样子的模式 因为她以前不是个 会主动来 关心小孩子的那种家长吗 对 我觉得也算 然后包括她不太懂得跟年 就是小孩相处 你会觉得她一来找你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压迫感 她说她会不会要讲些什么 问些什么问题 对对对 然后她对小孩的一些兴趣 有一些敌意 她会常常会觉得 她不喜欢的东西 她就是会很明显的嫌弃她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我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 所以我才渐渐的不再跟她分享很多事情 然后结果她现在反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有点不以为然 就觉得 因为我觉得小孩的那个 我觉得小孩会 我自己觉得啦 我会疏远她一定有一部分也是她自己可能也过去有一些 没有照顾到我的地方 对啊 我现在就没有这个习惯 但我觉得我不是不想对她好或什么的 就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模式了 但好像你也没有很希望再跟她拉近 对因为她 对因为她我觉得她还是常常 像因为我姐还是会跟她分享 但我就常常听到我妈会骂她 或是说她培养的兴趣啊 或是她做的事情很无聊啊 就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种事 然后我就会 哦好 继续稍微疏远一下 对 对啊 但我觉得该有的关心还是有啦 只是就不会再跟她特别分享太多事 妈妈有就是努力尝试想要跟你变亲近吗 还是她也还是保留在原地 有 可是她的方式就还是以往的那个方式 我可以感受到她想要关心我 我会回答她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跟她说事情 除非有必要的时候 所以我几乎也没跟她讲 她也没怀疑过我的性向 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啦 她没有跟我表示过 然后我也没特别跟她讲过 然后你会觉得反应也没差 然后她可能会觉得说 怕问了之后自己又承受不了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停在那边就好了 对而且我觉得她应该也有点不敢问 毕竟她 有这么多不敢跟我问的事情 感觉她也不会敢问我是不是同性恋 她感觉防卫心态有点重了 她就是不太能 就是别人接触到她不喜欢的事情之类的 对吧 我觉得她的看事情的角度比较局限啦 所以她有时候跟不上我们年轻人的兴趣 就会有一点反感嘛 她在做会计是不是还是什么 没有她在做编辑 那我们也蛮容易偷生在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偶尔会这样子 然后就 那你的姐姐呢 就是如果是手足的话 应该比较容易察觉一些毛腻吧 我姐喔 有没有问过你 相关的问题或什么的 她要来找我 那个 聊过她的性向 但是不是问我 她是聊她自己 她有时候觉得她可以喜欢女生 身上有她的困惑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 她是不是也喜欢 不是她是不是也喜欢女生 她是不是喜欢女生 她像有对象吗 没有 她比我更宅 那你们聊这个的时候 你会分享一些你自己的状况给她吗 没有 还是你只是纯粹帮她分析而已 因为我当下 被她一个不经意这样问 有点吓到 然后我就 暂时先封闭了我的那个 要告诉她这件 这个意图 嗯 我就先分析她的状况 她算是你们家 你相对亲近的家人吗 嗯 我觉得都不算亲近 但我觉得对她来说 我应该算亲近的 哦 所以她才会找我聊这个 了解 yes 所以就 我反过来想说 可能等我 交到男朋友之后 有必要再出柜 大家 最长炮轰的店 确实 可是交到另一半 好像是一个蛮 对蛮多人来讲 都是一个契纪 嗯 可是出柜也是个契纪吧 说实在的 因为我出柜算是个契纪 我看到在约的时候 然后我过来就说 你得要去哪里 然后就跟她讲说 我就是要去 对啦 就是一个时候到 你没有意图性的 想要跟她讲 应该是我一直都有想过说 我好像应该要讲些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蛮彷徨 就是觉得 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在外面已经 做过不少事 就是发生过不少段关系 唱得很含糊 不见不得人吗 也还好 我觉得相较我其他朋友就还好 我朋友在公厕 我什么时候都没有 OK 逼 我没有说是什么 跟公厕上厕所 对啦 对啦 跟大家一起上厕所 对啦 就只是两个人 可能在同一间上 是是是 然后反正就那个时候 我原本以为那个行为 算在统治权吧 算蛮习以为常的事情 就我以为啦 因为我很常会习惯 把这件事情 认为习以为常之后 我就会觉得 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做 然后我就会觉得都要达到 或什么之类 我都要做到 才体验过这人生 这可能由于真难言 反正就是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他去试过 那 其实我第一次 也不是我真的想试 是对方想要 所以 所以 我觉得我第一次状况没有很好 我觉得我原本像是被 引来的 就是 算被抢 对对对 我原本想要去什么 警察局啊什么之类 可我想说 会不会统治权都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就算 我觉得这是 之后可以聊的问题 就是这个文化在 真的 我们买了好多伏笔 因为我真的 那时候以为 反正那次之后呢 我就觉得 阿芳朗都这样了 然后我就持续做 然后到某一天的时候 我刚刚在国外 然后跟我姑妈出去玩 我记得啦 那个时候就有跟我姑妈说 我才去找个男生 然后说 那你怎么找到男生 我就说 没有 我现在就是一个朋友 这样子 他说你要找他干嘛 没有 他在某个饭店家 他刚好有个房间 他说可以去睡一觉 你也是吧 好细节哦 你长得很细节哦 你这件事情 已经暴走了吧 你那时候 而且我觉得 那个时候其实 我姑妈这个跟我讲 他生气的点不在于 我要去找那个男生 他生气的点在于 隔天我们早上无聊 去看 就是柬埔寨的日出 所以你没有顾虑 他们的行程 我只是想要去约一个 就是快乐 这样一个快乐晚上 想说张地人 你们是不是去柬埔寨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生一个还不错的菜 这样 然后他说 反正我在这边睡觉 也很无聊 我看不去 所以你是迟到了 你说跟那个人 日出 没有没有 我日出没有迟到 我最后没有复那个语言 因为我们都在大吵架 吵到睡着 然后睡着 然后睡着之后再起来 然后看日出的时候 还继续吵 我就把所有事情抖出来 这样就说 你知道我跟多少人 发生过关系吗 那你姑妈怎么 他就很神奇 他就觉得说 这是 我们现在看日出 我们就在那个大门前面 然后这样吐槽 然后旁边都一堆外国人 那边一起这样 Wow peaceful 然后 但他们也听不懂吗 对啊 确实听不懂 没有那边也有些中国人 那边是中国人 但反正随便 就那一次 然后算是个契机 然后才有 然后后面就开始有陆续 就是持续跟他讲这件事情 因为反正都已经爆掉了 太特别了吧 就爆掉了 可我姑妈现在不会成全 对对对对 跟你们讲应该算是比较 没有 我算是有计划好的吧 应该啦 至少我有想过 没有像你这么失控 有很失控吗 我以为大家都这样 有一点 我发现我把它当成一个习惯之后 就是大家好像都这样 西威娃 你说看着柬埔寨的日出吵架 然后公开心想 然后应该 这个几率有点低 很少数的经验 不一定柬埔寨 但我以为说 可能就是某个爆发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刚好被发现 像之前有个那个物谈的 他就是被骗钱 然后所以就爆发 因为他爸爸要帮他付钱 就被男生骗钱 看到搜据 不是 因为他会骗钱 然后上警察局 然后他爸爸就是 知道事情的原味 那警察局真的是不得不被知道了 对对对对 他会警察局爆炸什么之类的 好像蛮多这种故事的 但我以为大家都有个爆发点 应该是不太一定的 那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那时候的计划 我那时候就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一段时间 然后我要回家 过一个年 过那个国立的新年 元旦 然后 然后就在回家前 打了一通电话回家 这样子 我就想说 不想要回家的时候 这边还要隐瞒什么的 那也太突然了吧 也还好 这新年礼物吧 新年礼物 你有资格想吃电话吗 但是突然打个电话 我至少是有个爆发点 就是那种 我有计划我要打电话 我大概一个月前 就在计划我要打这通电话 所以你也是看日出的时候 没有 那时候是有月亮的时候 我还是在那个倒数 我想说元旦 元旦倒数 直接打电话 元旦神奇那时候 一个礼物 大家都是元旦的时候出柜 那你有写的稿吗 什么之类的 没有 就是预计的天 就是打一通电话 对对对 女友在你旁边 对对对 那时候还没有男朋友 so sad 我觉得不点的故事 也应该要录一集 对不对 之后再说 好 那我们现在回家 我们是不是要回到巧克力身上 巧克力还没说 才可以加入状况 好 我这边的话 我爸妈妈妈 是在我国二的时候 离婚的 然后 我之后妈妈就是在北部 有在婚 然后我爸爸就一直留在彰化 然后 目前的话 其实 我双方 就是爸爸妈妈 都有在联络 只是 因为 我都 没有在跟他们住在一起的 就会觉得 关心渐行渐远 好像也 没有急着 要跟他们出柜的比较 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是跟你妈比较好事吗 算是 如果硬要比较的话 对 跟妈妈会比较好 你说只差0.5分 对 其实关心还是舒远 可能是1跟1.5吧 如果1到10分 差就蛮小的 然后我手足的话 是只有姐姐知道 然后我上面还有个哥哥 哥哥还不知道 你姐姐知道了 那姐姐怎么知道的 你说在哪个moment吗 对啊 或是你主动 还是她发现 其实那个 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蛮喜欢看韩团 然后就跟姐姐 讲说 跟姐姐会聊一下 就是 哪个男明星很帅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 我姐姐可能就有猜到 对 我是那个gay这样子 然后 我知道大2吧 还大3 就是 我觉得 再跟姐姐装下去 好像 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 我搭大3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跟姐姐住在一起 就是 很亲密的室友的概念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 可以试着 讲讲看 是因为这样比较好 带男生回来吗 没有啦 对 因为我 我上大学之后 就是 比较敢 open seat的身份 就我在高中 的时候其实 蛮自闭的 因为我读男校 然后就会觉得说 还是隐藏自己的身份 把自己照顾好就好 环境很危险 对 对 直男的生态 有点可怕这样 根本没有什么 就是 里面很明显的gay 然后就是想要吃光 所有直男之类的 你说 在高中的那个时候吗 好像还好 可能彰化 民风 全部 那我觉得南北 应该确实风情 会有点不太 对 那我知道太多了 所以 在你眼中 彰化不是那么 纯朴的地方 不是不是 不是彰化 因为我知道 北部有些学校 就是会有一些 发生关系 就还没成年这样 可是maybe 有可能彰化 也有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对对对 maybe啦 查一下 对 然后 然后就是我 上来台北 读大学之后 就是比较open 可能就是觉得 反正我都远离 彰化那个地方 我就是想要做自己 然后比较敢 表达自己这样 哦 所以你在 那你就跟他讲 然后你就跟他出柜了 对啊 我就跟姐姐出柜 可是那当下 他有什么反应吗 他就说 我就知道 他其实 很认同我 对 我当下有点感动 因为就是觉得说 我跟家人 就是 怎么讲 我会怕家人不接受我 因为其实 我还蛮care家人的感受 如果家人 朋友跟猎人的话 我应该是家人 带于朋友 带于恋人 我自己的拍拍 跟家人不是只有 一分一点五分吗 对啊 爸爸妈妈 不算家人吗 对 所以家人里面还要分 所以家人是最高姐姐 哥哥姐姐 然后朋友 恋人家 爸爸妈妈 这样 好 还是你其实 很在乎你姐姐 就是兄弟这样 就是姐姐妹 我觉得手足的 就是价值观 可能会比较 雷同 所以我就会觉得 对于他们的想法 会比较care 哥哥哥还好吗 哥哥就是 大木头啊 可能跟他聊这个 或者是他甚至没发觉 也没 那个必要去聊这个东西 哥哥你差很多岁吗 三岁 那你跟你姐差很近 两岁 一年一个 蛮平的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重点是这个 哈哈哈哈 就狭两岁 那你在跟你姐讲之前 你有跟其他 就是朋友之类的讲过吗 有啊有啊有啊 嗯 所以你高中期 高中大学期 就是有些朋友都知道 只是家人这块 其实比较没出轨 对 哦 对 嗯 那出轨程度比你高 一看看 对啊 对耶 对耶 但以比例上来说 哦 那以还没出轨的家人数量来说 是一样的 你想要赢 没有啊 没有啊 好帅算的 好盛心发作 对 应该要算那个数字 对 那你觉得那个前后差别是什么 就你有跟姐姐 这个是家人身份的姐姐讲 跟还没讲之前 那个在家里的感觉 有不一样吗 哦 其实有耶 因为 呃 我举例回彰化家好了 因为 呃 我回彰化家 需要 摆出一个 比较 嗯 不能太阴柔的 性格回去 例如说什么 我很好奇 你会特地换你的 装扮之类的吗 就是我 呃 好 我平常 我平常 个性会比较三八一点 可能就是 哦 这好好吃哦 或是 哦 那个好漂亮哦 然后如果 如果我回彰化的话 可能就会要 很平静 就说 嗯 这还蛮好吃的 平静 对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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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静是为了这个 呃 他是有帮助到我 这个部分 你说隐瞒身份吗 呃 对啊 就不用特别 讲太多 但very important 平静 哦 好 那本本人就是会对于做那个反应会比较浮夸一点 所以回去彰化的时候就要刻意压制住自己 我也会 嗯 那你会有的时候突然反应比较激烈的时候 还想啊 有没有看到之类的 会这么担心吗 哦 你说 我忘记现在处在彰化 对对对对对 没有撞到 可是我觉得回去没有什么会需要 哦 这种的 是吗 不会啊 那么 假设你回去陪阿嬷看八点档 你可能会跟着阿嬷一起骂之类的 哦 或是 对啊 可能讲一些八卦什么的 哦 对 就是情绪会比较high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一些反应吧 你说你心里其实就是 有点小三妈就 哇哦 他竟然这样子 然后心里就 他很可恶 哈哈哈哈 对不跟我差感 阿嬷这个小三不骂呢 他哪有这样 这样 然后可能心里在撞骂他 就是 叉叉叉这样 对对对 哦 原来如此 对啊 你会有这样 我们没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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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起看八点档的 situation 没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 可是没有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就是 就是会有个落差感 就跟你原本生活 跟你在跟家人相处的落差感 有啊 我在 对啊 确实我在家跟在我外面 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 我家人也都知道 要知道落差感 对对对 然后我之前 我姐曾经就有问过 我说 为什么你在外面都那么开心 然后在家里 就这么的安静这样 我说 因为我就是 把能量都消耗到外 在外面都消耗完啦 所以回家就会想休息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可能 在家里就不会看起来那么的 快乐 我会比较平静一点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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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是真的原因吗 还是其实你就只是 就是想要 怎么讲 就是不要表现在外面 对啊 我觉得在家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 开心的成分吧 不可能一点 就是情绪的起伏都没有吧 关起房门之后就会 完全 另一片天塌 对 我可能就会 我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就可以那个 比如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也就比较不那么在意 但我跟我家人 因为我可能真的 本来跟我家人就比较疏远 所以我表现得很平静 看起来也是很习以为常 就是我在家里 跟在外面有反差 看起来也是 在他们眼中 可能也都是合理的 而且这应该也不只是 因为同志身份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整个人 其实你就习惯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是声音还会 也会压 我觉得已经习惯性的压低了 哦真的哦 所以你跟你家人讲话的时候 你就会 比现在还低吗 对啊 比现在低一点 很好奇 可是我觉得不在那个场景 我相信你爸 去卖火柴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 很慵懒的 所以就哦 好啊 你就不在乎那种感觉 哦 好像见到我爸也会这样子 因为我跟他关系也不太好 就是 所以爸妈们要小心 如果就是小朋友 不想理你的时候 都会这样子 这种语调 听到这种语调 可是通常这种时候会理 只是就是会很简短 就是不想理吧 所以才简短啊 不想要后面 就是再丢下去 或什么之类的 哦好像也是 对就感觉 就感觉很像 基本礼仪的回应 但没有想要更多社交 就很像你碰到一个 不喜欢的对象 就说哦是哦 社交性据点 对啊 你是对 对很想要据点 赶快据点 对啊就不要 结束这个话题 你在你家会这样吗 你跟我看八点党不会 呃 除了看 我想一下 有什么样的情境 会想要据点 我觉得对我爸 对我爸会 因为我就觉得 指南 他是个工作狂 但是他又会以他自己的 想要关心的那个模式去关心 但会造成我的压力 哦 对 然后一般遇到他在问问题的情况下 我就会选择据点式 回应他 他是会问什么问题吗 那你觉得就不好回答 嗯 可能 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啊 或是工作好不好啊 或是什么 就是一些 呃 虽然看起来很加强的问题 可是 就是会不想要回应他 哦 对 就也是担心 会会回应之后 他就问更多问题 嗯嗯嗯 就一直滚血球 然后我就 不想要交代太多 哦 我都没有感觉 你在家里不会这样吗 我们家的气氛比较不像这样 你说会问说 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 对 新女朋友 哦 哦 哦 他不喜欢这个 他还好 他有多多大方 就感觉不是 我们家的关心 我觉得我后来跟蛮多人相处 会觉得有些爸妈 父母辈的 他们好像会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关心 所以他们就只能问这些问题 嗯 就他只能问你学校的功课怎么样 然后薪水多少 然后现在工作怎么样 这种的 但他们就没有办法 但这种问题对小孩来讲 就可能 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交代这么多 我懂 而且我觉得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你讲到那个 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关心小孩吗 嗯 关于这个议题哦 我突然想到 像你说到 他们会问的那些问题啊 我就会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小时候我们不是可能 我不确定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但就你回家的时候 比如说你从小学 放学回家的时候 有些爸妈妈妈不是都会说 哎 你回来了 今天开心吗 嗯 但我发现长大之后 没有人会问我开不开心 大家只问我赚多少 然后工作福利好不好 就是会变得突然瞬间 变得很现实 但我觉得 我觉得工作也是需要开心的啊 工作也是需要一些 哎 你觉得做这件事 有没有价值 但是就是大家总是 我觉得不只爸妈啦 嗯 真的是蛮多人 包括身边有一些人 就真的也很 很爱只问说 哦 薪水也高吗 嗯 就我就觉得 嗯 为什么 就以前大家都会问情绪 你开心吗 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还好吗 那怎么现在 对啊 就是突然间转变成 大家都会问这些 那会不会就因为他工作过 就知道只能问这些 你就说 他已经没有开心 对 他已经觉得就是 反正也是这样子 对 他已经不相信工作会有开心 这件事可言 所以其实就这样子 他就只能问这些 好像也是啦 那我就是会想说 哎 假如他们愿意问我 情绪的话 就哎 那你今天还好 这可能可以再聊一集 就是说大家怎么跟小孩 就是父母 怎么表示你的关心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爸妈不会 像我爸也不太会 嗯 他也不敢跟我说 你跟你男友关系怎么样 他也不会问这个 哦 是哦 对啊 他跟我们家的关系 本来就不好 但我们家也没有任何人会问我 我跟我男友之间的关系 就算我出棍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算有男友跟他出棍 有时候是两件事 嗯 因为你有男友 你也不会因为有男友之后呢 那就比较容易出棍 最多你只是觉得说 哦 至少靠山 例如说我今天出棍完之后 假设我家人讨厌我 那我可以去我男友那 哦 就精致哦 对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其实就没差多少 你到时候你回来 回到家里面 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家人 就不会是男友帮你面对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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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到蛮多关于就是 呃大家的家庭状况 对啊 不过我们好像有很多东西 还可以再继续聊下去 就是家庭可能互相的沟通啊 或是经验上 这可惜时间很快 时间真的很爆掉 而且 时间真的蛮快的 对啊 因为今天来的不出棍代表 其实好像根本就 他们就没有什么出棍的意愿啊 现阶段 确实 不过我们还是有 我们很努力的了解了大家 为什么在这个状况底下 不跟爸妈讲 嗯 所以我们后面 下集再分享 对对对 下集再分享 更多的内容 这样 那就先这几件这样咯 那有兴趣再收听 我们更多的故事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收听 然后我们YouTube 现在有Podcast 可以收听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粉丝专业 亲爱的爸妈 也欢迎关注我们 收听更多的消息 那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